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Felix Nice to see you online again 同學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Book 3 Unit 1 Multicultural 我們今天探討的主題是 多元文化 今天的文章是 Rustling with Culture Differences 我們要跟文化差異 做一場摔角角力 在我們的課文當中 主角是一位來自於 蒙古的蒙古摔角選手 好那這位摔角選手 他到日本發展 他們所遭遇到的一些文化衝擊 那我們要看他如何去適應 不同文化對於時間的觀念 好在進入到 課文之前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本課的reading strategy 本課要介紹的閱讀技巧 叫做 skimming 快速瀏覽 to skim you run your eyes over a passage instead of reading every word 那我們快速瀏覽呢就是 你的眼睛呢看到一個段落 或一篇文章的時候呢 你是很快速的看過去 而非取代呢 把每個字 逐字逐句的細細讀過 you don't have to skim everything at the same rate 你在閱讀的過程中你不需要用同樣的速度 有些地方可以看得比較快 有些地方看得比較慢 some verbal cues 有一些很重要的關鍵字 像是 such as however although more over are signal words that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writer's thought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什麼叫做 direction of the writer's thought 就是作者呢他想要引導你思考的方向 好那常見的呢引導轉換方向的呢 有however moreover這一些副詞的轉成語 通常放在句子的開頭 或者是一些連接詞 好像讓步子句開頭的 although 雖然 好這些都是很重要 你待會在文章中需要留意的單字 而在這樣的一個單字出現的時候呢 待會在文章裡老師也會用淺綠色的 highlight把它標註出來 好讓你很清楚的可以抓到這些轉換的地方 now sk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paragraphs find the verbal cues 好他現在呢 好要你做一個練習呢就是 要你先看一下文章呢 第一段還有最後一段出現的這些verbal cues 好同學可以自行做練習喔 好那麼呢我們接下來話不多說 很快的進入到我們的課文 Rustling with cultural differences At age 18 Kyokushuza Noboru left his native Mongolia for Japan He dreamed of competing in Japan's national sport Sumo wrestling At age of 18 好這裡省略了喔 在18歲的那一年喔 Kyoku Susan Noboru 好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凹口 那是因為這是一個蒙古人的英語名字喔 That is native Mongolia for Japan 好Native這個形容詞是當地的 當地的原生國家的喔 他離開他的母國喔 蒙古好來到了Japan這個國家 好Leave的用法 離開某處到另一處 好我們搭配的介系詞用的是for He dreamed of competing in Japan's national sport Sumo wrestling 好他夢想要做這件事情 好夢想搭配的介系是of跟about compete in是在什麼當中競爭 好他想要在日本的國家運動中競爭 我們在標點符號的部分 冒號呢在英文裡面是用來做說明的 而這個Nash Japan's national sport是什麼呢 就是相撲 好相撲 相撲我們在本課的單字裡面有照片 好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特色 好全世界就只有日本有的一種特殊的摔角運動 好我們看一下這一句的文法上我們可以怎麼樣做一個轉換 在原句中的dreamed of加ving動名詞的用法呢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hope加圖加圓形 所以原句可以改寫成 He hoped to be able to take part in sumo wrestling 好tag part in就是participate in參與參加的意思 好那這邊呢老師要提醒各位 dream這個字當動詞夢想做某事的用法呢 它可以搭配介系詞of或about再加動名詞 但是英文裡面並沒有dream to加圓形的用法 好就是沒有to加圓形不定詞的用法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同學要注意喔 compete in是參與競爭 好另外呢 compete搭配不同的介系詞 你可以說compete with or against 是和某人競爭 compete for是為了爭奪某一個獎項或一個目標 好我們往下看 Wrestling However the longer the young athlete lived in the new environment the more challenges he had to face 好 However轉成語出現囉 所以剛剛的reading strategy skimming的部分呢 要求同學在第一段找到verbal cue 好verbal cue就是however 然而 好這裡呢轉換了一個語氣跟方向 所以這個地方呢就是你在快速瀏覽閱讀的時候 需要抓到的關鍵字 好然而呢 the longer the young athlete lived in the new environment the more challenges 好這是比較極的特殊序型 我們待會細說齁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句的語意是什麼 這位年輕的摔角選手運動員呢 在新的環境住得越久 好這裡的longer是副詞修飾這裡的live這個動詞齁 the more challenges he had to face 就有更多的挑戰他是必須要面對的喔 好這裡的however呢 我們可以代換成其他的轉成語副詞 像是nonderless或nevellous 好這裡呢 好處理啊面對啊 face在這裡是當動詞面對解釋 那我們除了用面對之外 我們可以用相關的動詞片語 像是deal with cope with就是處理的意思 那challenges我們可以代換成difficulties 因為有的時候挑戰就是一些困難對不對 好本課的句型是比較極的句型用法 叫做越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們很快速的去看過一下 這個句型的解析跟樣貌 首先呢這個句型的架構會長的是這個樣子的 兩邊的紙句呢你不會看到任何的連接詞 好這個句構呢本身就有兩個比較極去把兩個字句連接起來 好那比較極的連接呢我們很清楚 形容詞附詞有比較極 那麼這個句型裡面有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 墨加名詞 好待會我們看一下實際的例句我們再去做了解 那這個句型呢是比較極的特殊結構 我們中文翻譯越點點點就越點點點 好兩邊呢好左邊呢前面的指句是副詞指句 表示因果的因 好那通常呢後面的這一個句子呢是主要指句表示後果 好表示後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因果關係 the less often you exercise 好你越少運動 the worse your health will get 好你的果 帶來的結果就是什麼 好你的健康就會越糟糕 好我們回到句型的部分再多看幾個例子 好 the more efficient the team is the sooner the project will be completed 好這個團隊越怎麼樣 越有效率 好做事越有效率 efficient 好所以這裡是比較極 more efficient 後面的比較極是加er 好 the project 這個計畫呢就越快的被完成 好這個 sooner 是用來修飾那個被完成這個動作 好所以這裡是一個副詞的比較極 好再看第五個例句 the longer man thought about the plan the more difficulties he ran into 好他越細心思索 好越是考慮這個計畫 越久的時間 好這個longer是 複詞比較極 好修飾這個thought這個動詞 那麼呢他就會遭遇更多的問題 好這裡的run into是遭遇的意思 好這裡的more 好是more加名詞的用法 好那這個more後面通常是一個複數名詞 好提醒各位 好以上呢是本課的句型為各位做一個解析 好那我們再回到我們課文的部分 所以課文的一開始呢第一段 我們就知道故事的主人喔 好Noboru三生先生 好這位蒙古的運動員 他在日本呢追求相撲這一個運動 然而他住的越久 好在新環境當中 他就要面臨更多的挑戰 好所以呢我們在這個地方看到的是longer副詞 more加名詞 這叫做越怎麼樣就越怎麼樣 好接下來呢在這些挑戰當中 讓他最困擾的事情會是什麼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 among these the toughest one for him took place outside the ring Noboru had to wrestle with how differently Mongolians and the Japanese view time to survive in Japan he would have to find a way to beat the clock among呢是在這些當中 那這個among是指三則以上 這裡的lease指的是上一個句子當中所提到的challenges the toughest one最高級 最困難以向挑戰跟困難對他而言發生在 outside the ring tooth place outside the ring outside the ring的ring呢在這裡不是戒指 這裡的ring指的是比賽的場地 也就是暗示你高度他說 比賽訓練一定會遭遇困難 但是最困難的挑戰並非發生在相撲的比賽場地上 好那among的用法呢你可以換成of加名詞 那如果他搭配最高級的話就是所有之中最怎麼樣的 好我們看例句 of all the students in my class Peter is the tallest 在我班上所有的學生當中 Peter是長得最高的 好這個ring提醒你是表演場或競技場 好其他場界的運動常如畫面所示 那老師幫大家做一個小小的整理跟提示 fail的呢通常是一個球類的場地 而且這樣的場地他可以分成室內 他可以大部分都是 excuse me 這樣的場地通常都是在室外 好像棒球場足球場 而且場地的面積比較大 好那我們會叫做fail的 那court這種場地呢 通常他會有室外室內 好各位像排球場籃球場網球場 都有很明顯有室外室內的場地對不對 好這樣的球類運動的場地我們叫做court 好另外呢 比較特殊的有高考書球場叫court 好那另外 溜冰場啊跟冰類運動 就是在冰塊上面的比較相關就是rink 那回到我們的課文的部分 第五個句子 Nobaru had to wrestle with how differently Mongolians and the Japanese view time had to 出現過的是必須的意思 過去式的 他必須要跟這件事情競爭跟角力 這裡不是真的摔角 這裡指的是fight with的意思 跟這件事情搏鬥 什麼事情呢 how differently Mongolians and the Japanese view time 這整個子句當作with的售詞 所以這裡是一個間接問句 不需要倒裝 而且是一個名詞子句 好view這個動詞呢 在這裡是看待時間的意思 就是就是說看對待時間觀念的一個方式 好間接問句這邊的解釋 是從直接問句how differently do Mongolian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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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來的 好那因為已經是間接問句了 所以我們改成直數的用法 就不倒裝了 最後to survive in Japan 好in order to wait 這也是一個獨立不定詞 為了可以在日本呢 好好的存活下來 He would have to find a way to beat the clock beat the clock呢 就是和時間競賽 擊敗時間這件事情 好那為什麼 Noble先生然後三聲先生 他為什麼需要去適應時間的觀念呢 好我們接下來呢 透過了解一下蒙古人的生活 或樣態 來了解一下他們原本的時間觀念 在他們的文化當中是如何的 In Noburo's homeland People traditionally spend days outdoors tending large herds of sheep goats and horses 好在Noble先生他們的 Homeland 他的家鄉這個地方 他們那邊的蒙古人呢 traditionally spend days outdoors tending large herds of sheep goats and horses 好人們呢 他們在傳統上 花備時間呢 他們白天的時間呢 幾乎都是在戶外 每天的時間呢 都是在戶外 這裡的 outdoors 是副詞喔 那我們知道spend的用法 不管是花時間 還是花金錢 他的主詞都必須是人 好再來呢 就是花時間金錢做某事呢 我們搭配的動作型 他用的是動名詞喔 好那這裡的 herds 指的是獸群喔 所以他們蒙古是游牧民族喔 他們放牧的這些動物們 有羊啊 山羊啊 還有馬啊 等等的 they seasonally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searching for fresh grass for their animals 好由於游牧的關係呢 他們在不同的季節 會季節性的移動 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 from place to fresh place 豆點的後面直接加ing 我們兩邊找不到連接詞 我們就知道它是一個分詞構具 好那他們移動呢 是為了要找尋新鮮的牧場 給他的這些牲畜們 好有東西可以吃嘛 好我們很快的看過這兩個句子 我們需要知道的地方 好首先呢 這裡的地方 這個的tend這個動詞啊 好在這邊請注意喔 他這裡的意思呢 是養育照顧的意思 所以在這裡等同於 raise rear或take care of spend time再加動作的用法 好提醒各位要用動名詞 這裡的tend是照顧的意思 照料的意思 好 herd的這個獸群 常見的一些跟一群動物的常用字呢 我們可以看到a herd of 好是加像是牛群羊群啊 或者是甚至是大象都可以用herd 好 a flock of呢 通常也可以用在羊的身上 或者是好這些飛群 好像是birds seagulls 好那比較特別的看到 最後一個a school 這個school不是學校 也是一群動物 通常指的是在水中生活的動物 好像是fish dolphins whiles 好以上呢是這邊幫大家做的總整理 同學可以稍稍微留意一下 跟不同動物搭配的單字 好我們回到我們的課文的部分 所以從第七 第八個句子我們可以知道 蒙古人的游牧習慣 那這樣的一個游牧習慣 造就他們的時間觀念會有怎麼樣的影響呢 in this way they tend to follow loose schedules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cross long distances over rough ground in extreme weather in this way如此一來 或者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in this way they tend to follow loose schedules 好小心這裡的tend to 跟剛剛稍早的tend的語意不同 稍早的tend是照顧照料 careful的意思 這裡的tend to兩個字放在也是傾向 後接原型動詞 他們傾向或慣於這樣做 follow loose schedules 他們的生活的這個行程 生活的時間觀念是比較鬆散的 不是這麼的緊湊的 是比較放鬆緩慢的 那為什麼呢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cross long distances over rough ground in extreme weather 因為要跨越很長的一段距離 這裡的cross是橫越 是動詞 over 在怎麼樣的土地上 rough ground 這裡rough指的是那種崎嶇不平的 就是那種地面的條件是非常差的 那除了地理環境很差之外呢 又在什麼樣 極端的氣候之下 extreme weather 我們可以想像在蒙古高原 它可能會有一陣陣風啊 狂風啊 或者是在冬天的時候會有暴雪啊 這樣的一些極端氣候 extreme weather 我們看一下這一個句子 這個句子提醒你 ten to 是傾向異語 那接著我們往下看 in this way they they estimate time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sun and climate patterns 好在這樣的一個氣候環境跟地理環境的條件之下呢 蒙古人他們去估量估測時間的方式是什麼 第一看一下太陽的位置 好the position of the sun 好我們在國小的地球科學課 都有做過這樣的練習對不對 那另外呢就是什麼 climate patterns 就是氣候的一些模式或者是樣貌 好我們各位知道 就是在一些特定的地理環境 在一些特定的季節裡面呢 它的天候呢會在 一天當中會有不同的改變跟狀態 好就像是台灣的西部地區 就是在夏天的時候 會有很明顯的cyber hall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塞巴和天氣的樣貌的變換 來去估測現在大概 大約的時間點 好 they tell or calculate time 所以這裡的estimate 我們可以代換成動詞 tell 好分辨 calculate 好估算 好 繼續往下 since circumstances change quickly Mongolians are used to flexible schedules 好 因為呢 環境 circumstances 好 這裡的環境指的是地理或天候的條件 好 那這個字一般來說 我們在使用上都會加s 好 因為啊 環境改變的速度非常的快 蒙古人呢 are used to flexible schedules 他們呢 比較習慣這種彈性的生活行程 好 這裡的since提醒各位是because的意思 be used to是習慣於 好這個to是介系詞 後接名詞或動名詞喔 好 那額外補充常常混淆的是used to兩個字 後接原型動詞表示過去經常現在沒有的習慣 好 instead of是取而代之取代的意思齁 好待會我們細說齁 好 他們沒有呢設定一個特定的時段 好 這裡的time加s啊 好 注意一下time如果當時間的解釋的時候 我們是不可數名詞不加s的齁 所以他們在設定特定的時段 好 來去碰面 他們通常呢 好 arrange appointments 好安排一些碰面啊 安排一些約會會面啊 只會用三個把一天區分成三大時段 before noon上午 after noon下午 or at night 好或者是在晚上齁 把它分成三節的概念去看 passionately waiting for others 這個句子的主詞好 是由動名詞開頭的名詞片語 所以是單數 我們視為單數齁 好 很有耐心的呢 去等待別人 是一件非常犀牲 平常非常常見的事情喔 as long as they arrive within the specified block of time they are on time as long as是只要 這是一個重屬連接詞片語 好 那只要好 表示一個條件 只要呢 他們可以抵達的時候呢 是在一個特定的 指定的這個時間的區段 好 這裡指的就是像上午下午這種大的時間的一個區段 好 within呢是強調在這段時間當中 they are on time 好這裡有沒有看到quotation mark 好我們看到quotation mark呢 它有兩個主要的作用 好一個是強調 好一個是代表雙關有言外之意 好有所暗示 那這裡的on time呢 好非常的特別 因為有別於我們的亞洲人呢 我們有比較time schedule 我們對於時間的觀念必須比較精準 好他們準時的概念是 只要你是在這個時段當中出現 我們就算它準時了 蒙古人就算它準時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的as long as 我們可以 因為我說它表示一個條件 引導一個條件的詞句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這邊你可以換成if這個連接詞 if they can arrive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好 所以the block of time 你可以換成period of time 好 certain這個形容詞 好那我們再多看as long as 的一個運用 as long as you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rock climbing is perfectly safe 好只要你呢很小心翼翼的遵循這些引導跟指示 那攀岩這件事情呢是非常安全 絕對安全的 好 好 好 這裡的list值得是看待時間的這種觀念 好 the way they view time 就是他們看待時間的觀念 是非常不一樣的 來和什麼不同呢 的片語叫be different from 好注意 接系詞要用from 不可以用with 好 那這裡的practice 小心不是練習 這裡的practice的語意比較接近就是一個生活的樣態 或者是做事的一個觀念或模式的一個pattern 逗點後面的where是一個關係子句 是由一個關係副詞where引導 因為逗點前面是japan 然後後面的句子呢沒有缺主詞或受詞 所以這裡是一個關係副詞 好地點的關係副詞我們選用的是where 好 那一個人呢是否他是遲到了 好這裡的late就是對應到上一段最後的on time 對不對 好那這一個概念就是說一個人呢 好他遲到如果啊he or she 好注意喔好性別上he or she的she要寫出來 如果呢他只是one minute past the appointed time 只是呢經過超過一分鐘才出現 好這裡的appointed就是預定的 好排定好的時間 好這裡是用過去分詞當作形容詞做使用 就會被視為遲到就會被視為晚了 好所以跟那種很大的一種時段的蒙古人的概念 是截然不同被盜而馳的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好be different from和什麼不同 那他的反義片語是be similar to 好請注意一下介系詞的差異喔 那這裡的where就是in japan in japan 那由於先行詞是專有名詞 所以我們在使用關係代名詞 好我們要用非限定用法 前面就要加逗點喔 好主要的功能就是補充說明的 好那詳細的用法呢我們在第二側介紹過了 同學可以去做複習 appointed是過去分詞當形容詞使用 好那我們在本課的例句裡面有遇到這樣的用法非常多次 好過去分詞呢再強調一次它是表示動作好的被動概念 或者是已經完成的時候 我們選用的分詞型要用過去分詞 好我們回到我們的課文的部分 好那只要一分鐘遲到就算是遲到齁 to avoid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the Japanese arrive five minutes early for appointments instead 好為了要避免一個非常令人尷尬的情境 好embarrassing好情緒動詞加rng的時候是令人感到的 那這裡的to加原型呢好 好放在豆點前面我們稱它為獨立不定詞 那獨立不定詞的to都是in order to簡化而來的表示為了 好為了避免這樣尷尬的情況發生 日本人呢都會五分鐘提早 提早五分鐘就到了喔 arrive five minutes early for appointments instead 好這裡呢我們來細細的看一下 instead的用法 在稍早的課文句子當中我們看到instead of instead of的用法 那這邊呢老師我們先看一下instead的用法 它可以放在句首或放在句子最後面 像課文就是放在句子後面 那跟它不管是句首還是句末的 這個句子是有做的事情 好有做的事情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Candle didn't look for jobs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好所以這邊前半段的子句呢是沒有做的事情 好他一畢業從大學畢業並沒有馬上找工作 反而而是 好而是就是表示這件事情有做對不對 所以我用綠色highlight起來 his starting his own start up company 好他自己創業 好他沒有找工作而自己建立公司 所以這instead後接有做的事情 那instead這個副詞放句首 逗點隔開放句尾則不需要逗點 那instead of是一個介系詞片以後接名詞或動名詞 好他直接接名詞或動名詞 是接沒有做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的instead of是取代 或者直接翻成沒有怎麼做 instead of looking for job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好所以同樣的句子沒有做的事情 我用instead of開頭去接沒有做的事情 那因為of是介系詞 所以接的是名詞或動名詞 就把原本的動作概念的look for 變成looking for 好那以上兩者的差異比較 同學可以多做一些轉換 熟悉一下instead of跟instead的用法 好那我們剛剛看到了蒙古人他們對時間觀念的那個文化的一個原因起源是因為他們的地理環境嘛 好the emphasis on be on time 好跟搭配emphasy強調這個字的階級用的是on 強調being on time 就是準時這件事情是起源於1800年代 那這個年代呢剛好正值日本的工業革命時期 好 during Japa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 was a period 好這是一段時期 好接下來呢 when idle machinery meant lost profit it was a period when idle machinery meant lost profit 好在這段時間當中呢 好我在用一個形容的指句去修飾這裡的period 那有別於前面的where 因為這裡的period是時間 所以我選用的關係副詞呢是用when 好你閒字的大型機器意味的就是失去利潤 就是機器放在那邊都沒有運轉 它就不會生產就沒有帶來獲利嘛對不對 好那這裡的when呢它是一個關於 關於副詞代替先行詞的a period the factory owners demanded that factory owners demanded that workers punch in on time for shifts so that they can meet tight production schedules factory owners就是這一些工廠廠房的這一些老闆啊 demand 要求強烈的要求 that workers punch in punch in就是打卡上班 非常的準時 for shifts shifts在這裡原本意思是轉變轉換 那這裡的shifts指的是班別 早班晚班大夜班這些 so that so that就是in order that 為了讓他們可以什麼呢 那些員工 they could meet tight production schedules 好這裡的meet是符合的意思喔 tied production schedules 就是非常緊湊的生產流程 好這裡我們看到複習一下demand加let的用法 那這樣的一個句型呢 表示命令堅持請求類的動詞呢 好這類後面呢加let引導的名詞指句 should是可以省略掉的 好那不管should有沒有省略掉 後面都必須接原型動詞 所以從兩個例句當中可以看到 the task be finished the passion quit smoking 好那是因為let的前面有這些 表示命令堅持建議請求的動詞 請注意這是一個重要句型喔 這裡的so that是為了的意思 好你可以代換成in order that 好那如果同學想多了解 好可以看一下本課的教冊 usis plus的部分 好所以從這個段落的當中 我們也了解到日本人 他們看待時間的方式 是跟蒙古人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差異